青化物是一種略大苦恨人味 其實是因為苦恨人含有青化物 叫一個物質 但它只需要50毫克至200毫克 就可以足以使一個成年人死亡 就是因為這樣 青化物是被嚴格管控的一個化學物質 但偏偏有一種植物 它的塊根含有大量的青化物 牠咬一口就足以致命 但牠也是全球超過8億人勵以生存的主食 即是珍珠奶茶、粉條、麵條、薯片、麵包 這些眾多食品可能都有 甚至是洗粉、貓沙 都是牠的主要燃料 就是木薯 大家好,我是慈禧心 這一期的影片我們來講講木薯 木薯屬於大激科木薯屬世界三大薯類作物之一 被譯為電房之王和地下糧倉 木薯屬於南美洲、亞馬遜流域南部邊緣地區 至少在四千多年前 印第安人已經開始食用木薯 在哥倫布抵達美洲之前 木薯已經在當地廣泛種植 除了深舊世界的物種大交換 15世紀之後 木薯在非洲、亞洲和大洋洲都得到廣泛種植 在國外 木薯已經成為僅似水稻和玉米的大三食物來源 在非洲、南美洲這些熱帶地區超過8億人口的主食 而且被廣泛用於餅乾、麵包、嬰幼兒食品等加工的產品 更有些朋友可能好奇 自己身為何說木薯有毒呢? 其實木薯有毒是因為含有青代 青代是一種發含物的統稱 天然存在在兩千多種植物當中 目前至少有25種已經知道的青代 存在於植物的可食用部分當中 除了木薯、虎杏仁、阿麻子、仙竹筍 以及櫻桃、桃、蘋果、沙果、橫梨、梨子、琵琶 這些水果的籽其實都有的 土豆這些農作物的幼芽當中都有 青代本身可以說是沒有毒性的 但是我們在咬過程當中 或者在長度的滾群存在的情況之下 它會發生β葡萄糖、金梅的水解作用 使用青代分解釋放出對動物和人類都有毒的輕青酸 人類急性青代物中毒症狀包括呼吸急速、欠壓下降、脈搏急速、頭暈、頭痛、胃痛、嘔吐、腹時精神錯亂、忏速、抽速等 當青代物的視日量超過個人解毒的上限 就可以導致青代物中毒死亡 以人類而言 視日量達到每公斤體重0.5至3.5毫克 輕青酸就可以導致急性中毒死亡 兒童由於體型比較小 尤其容易受到青代物中毒的影響 另外牧草的輕青酸含量 與其品種、部位、採收時間和加工過程都有密切相關 牧草 大約可以分為屯牧草和虎牧草兩大類 屯牧草的徑部中輕青酸含量 每公斤辛酸重量計算是少於50毫克 虎牧草高達每公斤400毫克 為了安全食用 科學家都專門選用毒素含量低的 屯牧草品種作為專門食用品種 根據國際食品發展委員會的規定 每千克輕青酸含量低於50毫克的牧草 可以作為食用 根據七定 我覺有七個食用木薯品種的 新鮮、許皮、新、快、跟蹤 輕青酸含量 每千克30至40毫克 選擇食用品種 安全多了 有些朋友會問 為何木薯有毒還有這麼多人吃呢 為何有毒有風險還有這麼多人喜歡吃木薯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失違 木薯的適應性強 可以耐貧積、耐航、藏害都比較少 所以它很高產 在同等條件和根地面積下 木薯可以提供的月量 是玉米的六倍多 而木薯的毒素 都可以通過簡單的手段去除 遠古的美洲原住民就可以實現了 還有四季都可以收穫的一個優點 使木薯成為世界幾足輕重的一個糧食作物 如今尼日利亞成為全球最大的木薯生產國 其實木薯在我們人類的歷史當中 很多次都扮演救命稻草的角色 比如在180年的一個印度南部的大饑荒 或者是在2010年的委內內亞的一個食物短揭的時期 木薯是當地人為數不多可以填飽過土的食物 在很多小物、玉米或水道 它完全不能作為種植的區域 木薯是唯一可以提供澱粉的作用 所以在很多民族的傳說當中 木薯是神為贈的禮物 其實在遠古代的時期 很多人都已經想到各種方法來處理木薯的毒性 在南美洲傳統的製作方法當中 它是將木薯反覆浸泡18至24小時 然後磨成水澱粉增行的成用 當地還會用木薯製成一種叫做 柏拉卡里的酒精飲料 巴哈馬勤島的盧卡洋人 就會將木薯放在特製的籃子裡 將它攪碎後煮法之後成用 西非的做法就是將一根木薯去皮之後 放在水中發酵三天 利用微生物去除清化物 大洋洲的瓦魯亞圖人 將木薯敲來吃 還會和本土植物一起造成布丁成用 當然現在就不用太麻煩了 因為科學家已經將木薯分為食用木薯和非食用木薯 食用木薯產量比較低 但是中毒風險小 它含有的有毒物質 清金含量低 清金就是輕清酸的前體 只要去皮而且徹底煮熟 因為高溫就可以破壞這些清金 就可以安前食用 非食用的木薯產量比較高 它更加內守惡煉的環境 但是它的清金含量更加高 所以它必須脫毒加工之後才可以食用 否則它容易引發清化物中毒 未經加工是絕對不建議直接食用的 有些朋友問 木薯可不可以長期吃呢? 其實木薯之所以受歡迎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口感特別 木薯的支鏈澱粉含量高達3% 而直鏈澱粉只是17% 導致煮熟後 木薯塊表面會有一層近乎透明的黏液 列起來又Q彈又軟落 還有咬勁 用木薯加工成粉的木薯粉 有很好的黏液和透明度 所以在食品加工中 它是經常用來作珍酬劑或者穩定劑 在生活當中 我們經常吃的麻薯、珍芝粉 都有不少的木薯粉 而且市面上可以買到的包裝的木薯粉 一般是經過加工去毒的 所以正規產品食用 相對來說是簡單鞍錢 不需要太擔心 不過木薯雖然口感好 但它不是一種優質的主食 長期大量食用可能帶來一些健康問題 首先木薯的營養比較單一 雖然含有少量的蛋白質 但它沒有辦法代替雜糧 或者粗糧提供豐富的維他命 抗物質和氨基酸 長期只吃木薯可能會導致營養不足 影響我們身體健康 其次木薯的黏性很強 它不容易被我們胃腸消化吸收 所以食得太多可能會加重胃腸負擔 引起一些屈心嘔吐或屈肚的不舒服的症狀 尤其是對一些消化功能本來比較弱的人 比如老人、小孩子或者原來有胃腸疾病的人 這麼容易出現不舒服的 木薯煮熟之後 血糖生成指數大概在60至85之間 所以中高血糖食物 所以糖尿病的朋友 或者需要控血糖的朋友都要小吃 總而言之 即使健康人都不建議每天吃太多木薯 木薯裡的纤維素比較多 消化起來比較慢 如果一次吃太多 就好緣出現腹脹、腹痛或其他消化不好的問題 胃腸道本身不好的人 如果大量吃 更可能加重胃腸負擔 引起一些胃腸疾病 所以木薯更加適合作為偶食用 最好搭配一些其他食物 這樣營養更均衡 另外木薯還有一些可能會引發過敏的物質 對於容易過敏體質的人來說 都要更加小心 木薯含有清化物 所以如果要處理不好 可能就會中毒 一旦吃了木薯 就感覺不舒服 出現頭暈、惡身嘔吐的症狀 就要立即去醫院看看 多謝大家